HELLO 盧師傅 你好 我是Louis 多謝盧師傅今天給我們去問一些觀眾 或者一些朋友問一些問題 有關元朗區的風水 或者風水哪些樓好住一些 哪些樓其實未來可能會沒那麼旺 想請教盧師傅 好多謝Louis 大家可以見面 你專門做元朗區的地產其實是應運的 因為風水我們計二十年為轉一個運 每二十年轉一個運 旺氣就會走去不同方向 譬如過去二十年就叫做白運 白運即是2004到2024 旺氣去哪裡呢 就是去西南邊 所以你看到大嶼山 機場、迪士尼樂園全部都在西南邊 九龍西都是西南邊 所以我們來這裡廣東島 過去二十年就旺到飛起了 但現在就轉了 到2024真的很快 還有一年 然後就轉運 轉到叫九雲 那些氣場又走位了 所以你看到轉運 九雲就真的很多東西你觀察得到 譬如西九龍現在不旺 現在你遊客都不見了 所以西南邊開始不要那麼緊要 會轉去哪裡呢 九雲就轉去北邊 北邊見水 就是我們叫凌晨水 凌晨水就是旺氣所在的地方 所以就是九雲會旺哪些地方 你看到政府都發展新界北 譬如你說對面港島就很明顯 港島的北邊 見到維多利亞港那些全部都旺 即是跪得飛起 灣仔在路打落到太古城那些 但是九龍的北邊 就是新界元朗那邊 元朗就是 對面有個後海灣 就這樣見到水的 有深圳河那些 所以就是北邊見水 所以接下來就是一個 大力發展的地區 不單止九雲是發展元朗那邊 到九雲之後就到一雲 九雲就去到2024 2024打後就轉入一雲 一雲是去到2044 一雲那些汽油就走了 那旺邊呢 一雲就旺南邊 即是南見到水 但是呢 我們通常呢 每個運有兩個水位 那譬如說 九雲不單是旺湖北邊 東南邊也旺的 即那個叫趙水 東南邊的趙水呢 就是因為呢 就是我們 如果你風水的那些數字 你就知道 四和九是有個關係的 就是四九 即是快的那些數字 雙加五 即是四加五六九 那四呢 那個位呢 就是東南位 所以我們九雲呢 來近呢 除了新界北旺之外呢 東南邊的旺 東南邊的旺 即是說 所以你看到現在 啟德啊 這個觀塘啊 就是那邊是東 那邊東 那邊東 向島東南邊 看到有水 那開始呢 就很繁榮 那麼東南邊旺呢 就是來香港的 因為香港就是中國的東南邊 那所以呢 其實呢 我們說 一百八十年前的九雲呢 就是香港開放的時候來的 就是一百四四年 就直接是 就是香港開始 由一個漁村 變成一個世界城市 那你說 上一個九雲 那麽 對香港沒有利 那你說 這個九雲 對香港沒有利 因為上一個九雲呢 就是 利東南 東南就是中國東南 那所以呢 就其實 我們看那些國策的那些東西呢 其實都是跟風水的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 有人 就是參與那個計劃 但是呢 你看到它所做的東西 譬如我 它上一個八雲的時候 它發展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西南邊 就是認 其實我們八雲呢 就是西南邊旺的 就是大型山 這個九龍西在這邊 但是到九雲呢 它發展大灣區 大灣區就是東南邊 就是又是應回風水運的 那你說香港政府 又發展新界北 又是應回九雲的風水 那你說元朗呢 就是 其實呢 正確來說呢 就不是那麽北的 是西北邊來的 那西北邊呢 其實呢 就在風水上面 是用六字代表的 六字 六同一 又是相差五 那就是說呢 西北區呢 就來到一運 更加旺 是 所以你說元朗 就是應運 西北區 那所以你說 現在你發展元朗呢 起碼呢 我看前景有四十年 是 所以是 應該是 都很久了 是 應該應該 現在是起步 但是你說 去到一運的時候 那裡幾乎是 好像中萬旺 是 是 是 所以就說 你是做這個區域呢 其實就是 認證未來那四十年的運 是 好啊 盧師傅 亦都想問一下 因為元朗都 今集發言說元朗 元朗都很大的 是 去到錦田也是元朗 去到風水橋也是元朗 是 那其實呢 有沒有說元朗分 東南西北這個方位會好些 其實呢 其實呢 我們主要呢 就是 講 個人來說 我們最重要是選擇那個單位 是 你說就算那個區域很繁盛 是 是 這樣就未必關你事 是 所以呢 我們常常都講 同一間大廈有人跳樓 有人發達 是 即是 即是你就算說 一間大廈一層樓 有很多A B C D E F G 座 是 可能A座那個跳樓 F座那個發達 是 是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其實呢 我們怎樣去量度風水呢 我們就要 第一樣東西 就要看那個 那間樓的樓齡 樓齡 樓齡呢 就是說 這間樓是八運起的 八運起 即是2004到2024 那叫八運起 八運起 八運起的 我們就用八運的氣數去起盆 如果那間樓是2004之前起的 可能是七運 我們又用七運氣數去起 所以是不同的 所以我們要建一個風水盆 第一樣東西 一定要知道 那間樓是誰運的 即是你這間樓 即是 我們一定要知道 譬如是 20 就是要計那個入伙期 即不是說 它什麼時候開始建 我們就不管 但要建好落成之後 那些人搬進去 開始應用這間樓 好 這樣就叫做起運 第一樣東西知道運 第二樣東西知道坐向 你剛才問 現在做風水有什麼困難 坐向其實是難了很多 因為以前的樓是四平八運 即是大門口 通常向之跳馬路 那個當然是向的 但現在的樓古靈精怪 門口不是在前面 很多門口就在後面 或者旁邊 所以就是 現在現代的樓 我們經常都遇到的困難 就是 不是那麼容易看到那個坐向 所以這就要憑經驗 即是你不容易都要克服 因為我們建盤 一定要知道那間樓是向什麼 坐什麼 你不知道就不能建盤 第三樣東西 現在量度風水有困難 就是因為現在我們用太多金屬 因為以前那些樓就是用石頭 用木頭 那你就不會影響磁場 因為我們是用羅盆去量度 那你的羅盆是受金屬影響很厲害 所以你譬如地下有個地鐵站 你就死了 你的羅盆根本就看不準 所以這件事是一個困難 就是我們現在要克服 所以你說你怎樣困難 都要達到一個正確的方向 我們要知道坐向 知道樓齡 我們就能建盤 但是那個盤 合不合你的間隔 就是這件事最重要 譬如我們整間樓下 這間星光行 我們是有個風水盤在這裏 但是你的單位 容不容得著那些旺氣位呢 譬如整個星光行 現在最旺的位 就是這個東南位 東南位即是1881 那條馬路 走過來尖沙咀 這個馬路口那個位 但是你的單位 容不容得到那些旺氣呢 所以譬如我這個單位 這個東南位有個槍的 或者東南位是廁所來的 那些就不忘了 所以你同一間大廈 你要知道了風水盤之後 你要把它放進去你的設計 就是你那個間隔 看看用不不用得著 它的好的氣 或者是避不避得開它那些衰的氣 所以風水就是 其實我很提倡 每個人都要學會一些基本的常識 因為你香港來說 那間房子幾乎是你的生命很大部分 你浪費這麼多錢去投資去買 或者租一間房子 你裏面是什麼你不知道 就很淪盡 通常一個大廈裡面這麼多個單位 可能你真的一個好的單位找不到 我們很多時候都會這樣 整間大廈的廁所都是在財位 這樣就很淪盡 這樣就很淪盡 全財位都是廁所 要找地方搬 尤其是現在 現在只要來轉九雲 我們就要看你那間房子去到九雲的時候 看不看 因為九雲的房子還未起 未落成